1995年6月29日下午5点 位于首尔的三丰百祸 五层楼高的大楼 在短短的20秒之内瞬间移为平地 造成502人死亡 937人受伤 损失高达2亿多美金 这也是全球第二大的倒塌世界 开幕营业时间也才5年 竟发生如此大的悲剧 而事发原因是擅自改变设计 加盖楼层而偷工减料等原因 倒塌世界已经发生快25年 这期间传出许多灵异现象 下面迷上已就介绍几个知名的故事 有一名网友分享在倒塌的当天 跟妈妈还有唐姐相约一起逛三丰百祸 因为他们就住在百祸附近的公寓 用走路就能走到百祸公司 于是便用走路运动当借口 要到三丰百祸购物 打算逛完街跟爸爸在百祸吃晚餐 之后再搭车回家 在他们到三丰百祸正对面 正准备要过马路时 前面突然冒出一台计程车 但他们并没有拦车 而且在这之前 路上也没有看过有半台计程车 诡异的是他们没有打算搭车 结果却在无意识的状态下 搭上了计程车 还有奇怪的一点 他们没因为被计程车突然挡路而吓到 一路上都在车上闲聊 等一下到三丰百祸要买什么 但后来他们决定先到附近的一家百祸买牛仔裤 晚点再去三丰百祸 在下车后准备要关车门时 计程车就消失不见了 虽然感到很奇怪 但还是先离开 后来就听到三丰百祸倒塌了 当时在买牛仔裤那里的人 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虽然广播有说三丰百祸倒塌的消息 但他妈妈以为只是楼顶的商家倒塌而已 直到后来看到一群人聚在电视前 每个人都表情临重看着电视 才知道粉红色的三丰百祸是整间都倒塌了 已经变得像废墟一样 看到这才了解 原来空中会出现直升机 还有那没停止的消防救护车声音 是要赶往三丰百祸抢救 而且他们人平安没事 竟是因为那台奇怪的计程车救了他们 而他爸爸本来也要按照时间约定 在倒塌前到三丰百祸 但公司临时打来一通电话 接听后是无声的电话 接着就发生三丰百祸倒塌了 他们一家人全都平安无事 只是那通奇怪的电话 查不出是谁打的 在倒塌前几个小时 有名妇女在百祸的地下楼层买面包 正当要结战时 却发现钱跟信用卡都不见了 跟店员抱歉后就离开 以为是被偷而心情烦闷 在走出三丰百祸往警察局走时 突然听到巨大声响 背后吹起一阵狂风 让妇女跌落在地上 等回过神来后才发现 三丰百祸整个倒塌了 让他整个吓傻 回到家后想起皮甲的事 打开后钱跟信用卡却都还在 让他感到十分诡异 因为如果买面包时多待几分钟 自己也会被压死在那 还有个妈妈带小孩到三丰百祸逛街 逛到一半时 小孩却突然吵着要回家 妈妈说要买玩具给他 要他乖乖听话不要吵闹 但小孩还是吵着要回家 最后妈妈无奈只好带着小孩回家 在家里打开电视后 新闻就播报三丰百祸倒塌的事情 这时小孩说 就说要早点回家吧 妈妈听完后下滩在地上回问 为什么你会知道 小孩说那时有看到 所有人都被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用黑色的绳子绑住脖子 在三丰百祸工作的员工 还梦到爷爷叫他把工作辞职 当时他觉得只是梦而已 还是持续的在工作 直到某天 有个老爷爷在结账时 没付钱就直接跑掉 员工冲出去追着老爷爷 跑出大楼外后 三丰百祸就突然倒塌 而老爷爷也消失不见了 现在三丰百祸的原地子 盖了一栋办公大楼 有员工在地下停车场停车后 发现有一群人在镜头推紧 好奇的走过去观看 看见有三个圆形条转造型的带子 心想也没什么就回家了 在跟妻子聊到这件事时 妻子脸上突然变得惊恐 跟他说那带子就是三丰百祸的商标 而且在这栋办公大楼的地下停车场 时常有人听到女人跟小孩的哭泣声 还有在三丰百祸盘的瑞草地铁站 据说在深夜时会遇到一个探着卷法打扮像90年代的大神 带着五岁小女孩在等车 手还拿着三丰百祸的袋子 灵异传说就介绍到这里结束 觉得影片内容不错 想看更多介绍 记得按订阅跟打开小铃铛 方便的话再帮迷上以分享出去 感谢你的收看 Mai Mai